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炸厨的时候差一点也进入了监狱 差一点进入了监狱 你刚才说话的这个也差一点就进入了监狱 好像是说这是一种幸运 对 就是一种幸运 如果没有当初那个哥哥的一句话 或许我真的进入了监狱 因为刚开始不上学 不上学之后出来之后就去的一个饭店工作 那个宿舍吧 三个到四个是说的比较算的 他们比较爱打架嘛 然后就是在某一天 他们跟隔壁一个饭店的 就是也是算服务生 也服务生或后厨的 就是产生了矛盾 他们就说约出去打一架呀 之后当天他们就我们宿舍 几乎除了我和保安没去 当时吧 我当时我也嘴欠 我就问了那哥一句 嘴欠 我说哥 我说又没有我跟你去 我说当时那哥就来 你疯了 他们干坏事你也干坏事 那就是为了就是行的 跟他们照顾我 照顾我吗 当时那哥来去 你笑那个宿舍呆着 不用 你就没你啥事 就笑那个宿舍呆着 然后他们去了之后 给人打了 不说 又抢了一千块钱 后来就据我听说 反正就第一天 反正就第一天就是都抓 所以你后怕了是吗 当时非常后怕 你瞧点好吧 走点正道吧 年少无知 年少无知 但我后来听说 你又差点把房子给点了 那是不小心的事 那是我在这件事发生之后 我就来到天津了 当然得自己租房 自己租房都是那种 就是出租房嘛 一点取暖 一点取暖的东西都没有 我自己买了个小太阳 自己买了个小太阳 但是第一天 我就跟着 洗着洗着东西 插牌掉水盆子里了 掉水盆子里 我就给甩一甩 我行就小太阳烤干嘛 正在这时候 我就怎么说 算是厂了 比较一个喜欢的一个女生 给我打电话 遇到厨家 我就厨家了 厨家的厨家 就是半个多小时吧 因为我那椅子 是一个布置的 布置的 像小太阳就烤着了 爱情的火焰 你做事特不牢靠 是啊 你看第一个势力 证明你是一个 比较犯冲 比较不经过脑子 易冲动的人 比较容易冲动 第二个呢 是你做事不够严谨的人 对 一通电话回去 家里边电也不拔 结果差点把屋子给点倒 我认为是没事 所以这就没有一点好 你怎么是在困境当中 自己逃离出来的 放关心吧 放关心 放关心态 早晚会有一天 你会顺呢 你能活到现在 真是个奇迹 我也感觉是个奇迹 我这上面写 你还碰见过奇葩女友吗 碰见过 就是那个打电话 让你出去那个 那个不是不是不是 那个那个没 根本没随上 这个怎么奇葩呢 这个吧 我感觉他也是大学实习 到我们这边来工作 工作完在一起 我们就是在一起了 在一起久了 反正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嘛 我付出什么都是应该的 就反正付出很多很多 之后他要 很多很多 就金钱上就无缩了 感情上 感情上呢 就是我反正是真心的 对待他的就是 然后他就回 回来他上学的地儿 上学的地儿 当时 刚回去的时候 还比较好的 比较天天打电话联系 然后后来我也去 就是买车票 去看了他一趟 然后后来就过了一个 两个多月吧 然后给他打电话 不怎么接了 发短信不怎么回了 当时往我就问他 我说你要 你要不想出了 你就赶紧吱声 咱们谁也别耽误谁 然后这就分手了 分手了之后 然后又到一个假期 他给我打电话 要跟我和好 要我和好 行啊 和好吧 那就反正 姐挺好 谁想到到这之后 假期结束之后 我俩又分手了 然后呢 然后上个时间 又放假 又打电话 我说大姐 你该找谁找谁去吧 你我知道 他是暑气家跳 一放假就找他 你说这些痛苦过去的时候 你都还挺高兴 说明你这个人 说你是心大 是没长心眼 没心没肺呢 还是说你特别乐观 你总结出了什么呀 为什么你的人生 如此沧桑 有时就是 有时年轻不懂事 有时就是太毛了 你总结一下 你这个人的特点是什么 你的优点是什么 缺点是什么 你总结一下 优点 就是优点 也就等于缺点 优点是讲义气 优点是讲义气 缺点是太讲义气 对吧 还有吗 比较冲动嘛 比较冲动 冲动 做事比较毛躁 毛躁 这是缺点 那你从这些经验里 你学到了什么 收获了什么 对你以后有什么指导意义 做事不能太冲动 也不能轻易相信别人 做什么事都考虑再三再去做吧 我来教教你吧 人有三种 第一种人 叫吃一欠 他还不长一字 这是最糟糕的 第二种人 叫吃一欠 长一字 这是一般的 聪明人是看别人吃欠 自个长字 你说的这几件事情 很多人都吃过欠了 你得长长这个字 所以你听他描绘 他的故事的时候 很多时候一次又一次被骗 一次又一次上当 然后他能很好地为自己欢心 其实他最需要做的是 不要再听任何的这些 外界的诱惑 而真正回到自己内心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你从第一步感到自己开始 你怎么到我们这儿来的呀 你怎么找来的呀 怎么找来 这个节目上来坚持吗 如果我不坚持 我绝对上不来这个节目 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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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坚持报的名字一年 面试了三次 四五次 你投了多少份简历 从四月份几乎到现在一天一份 你四月份到现在好几百份了 你这么牛啊 但是开始是让我 你是来破坏我们的招聘系统的吧 不是啊 那我也想上这个舞台照顾过呀 你为什么那么想到这儿来找 你生活当中投过简历吗 投过呀 但投过因为生活当中 我所接触的企业 都没有在座的12个家企业 那么有实力 那你认为你今天之所以站到这儿来了 是因为什么原因呢 有实力的企业都是要招有实力的人啊 但是 他说他有实力啊 后来说可能吧 你有实力吗 你能做什么呢 我现在对自己的定位很模糊 不 你可以 你可以把房子点着了 你为什么还模糊呢 你这句话显然是不会受到欢迎的 你为什么还要说 那么长的时间 你由四月份就开始投简历 为什么这从四月份开始 不来给自己有个好的定位呢 我怎么说呢 接触的人都是那种 像接触的人什么样 别说了 你问也问不出来 其实就两个字 他还是投机 他就从四月份一直投投投 我总有一天我能中 我说如果今天不中 他还会投 你信吗 不会了 我今次最后一次 我告诉你 我对你的评价就是三个字 这一期节目一播 你红了 不可能 好吧 来我们第二轮环节 考验一下你的这个至上能力 你这次应聘的第一项是什么 什么岗位 销售 销售 要求最低薪金不低于多少 那上面写的是2500 对 就是按那就行 因为我没有资格 因为我没有学 没有学的 我没有资格去要求太多 这个诚恳 从流做起 这到底你诚恳 从流做起 不用重复 有地域限制吗 没有 哪去哪不去 哪都去 哪都去 四海为家都可以 四海为家都可以 因为现在顾家管人 你的笑容很可爱 好 没什么好说的 来第一轮选择去火流 行啦行啦你认罪啊 还有发展灯 还有发展灯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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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